天兔台风来袭 位于东海岸知名景点水网上流 也遭受风灾的侵袭损坏 目前已看不到水流 可以说是历年来未曾遇到过的情形 许多游客前来观看都扑了空 在水网上流景点的商家 游客因此锐结造成生意大受影响 那个被台风挖着了 就影响很大 这个水有水合理的水 又没有办法流上来嘛 所以游客 因为水网上流 每天都有上百辆游览车进入 经常出现人车真道的情形 目前东四三线旧鱼桥 拓宽工程的缩尾阶段 这项工程从五月开工 进行车辆动线道路 以及桥梁的整建 但因为在施工期间 遭到天兔台风侵袭 上游水浸遭涂石流覆盖 造成水网上流水道没有水 路面也遭雨水侵蚀 出现五十公分深的破坏 工程单位表示 灾火修复工程预计在七到十五天内完工 水网上流是东海岸重要景点 如今发生断水情形 不知要怪施工单位还是台风 商家都很无奈 希望赶快施工 记者库六十台东东河采访报道